你听说过连体人吗? 连体人简单来说,可以看成是发育不完全,没有彻底分离的双胞胎。 虽然他们一般有两个脑袋,有各自的思想,属于不同的个体。 但因为先天发育的问题,身体连在一起,被迫共用一个或者多个身体器官。 比如印度的连体双胞胎兄弟,索娜·辛格和莫娜·辛格。 2003年6月,辛格兄弟出生在苏切塔克里普拉尼医院一间产房内。 他们是特殊的连体人,有两个心脏、肾脏和脊髓,还有两对手臂,但要和对方共用肝脏、胆囊、脾脏和双腿。 辛格兄弟刚出生时,医院的医生也试图将其分离,让他们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。 但是在评估手术成功率后,医生发现强行将他们分开的话,很有可能要牺牲其中一个。 最终,医生还是放弃了手术。 就这样,辛格兄弟就以连体人的形式存活下来。 尽管顺利活了二十多年,但他们的生活也充满坎坷。 比如出生仅两个月,就被母亲遗弃在医院门口,幸好有好心人把他们送去了福利院。 印度连体兄弟被遗弃,自学成才拿文凭,真的太牛了。 前面我们提到过,印度连体兄弟索娜和莫娜。 2003年6月出生在医院,8月份就被父母遗弃,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。 因为是身形怪异的连体人,同龄的小孩子不愿意和他们玩,兄弟两人只好与电器为伍。 每天研究着拆福利院里的电视,收音机等。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看到辛格兄弟折腾电器,不但没有生气。 反而觉得他们有天赋,时不时教导兄弟俩简单的电器知识。 或许得益于工作人员的正确引导,辛格兄弟真的对电器越来越了解。 长大以后,他们居然通过考试,拿到了电力工程方面的文凭。 有了文凭,联体兄弟在2021年12月被印度庞哲普国家电力有限公司雇佣,成为职业电工。 值得一提的是,辛格兄弟虽然有不同的意识,属于两个个体,但因为身体连在一起,被老板视为一个人。 所以他们在电力公司上班只能领一份薪水,月薪是200英镑,约等于人民币1704元。 虽然低了点,但对于他们来说,能有一份收入就不错了。 印度联体双胞胎,如果有其中一方突然去世,另一个会怎么样? 印度的索纳、辛格和莫纳,辛格联体兄弟,通过自学拿到文凭,找到工作,能养活自己。 可能有朋友就感到好奇,联体人共用一个身体,如果有一个人去世,另一个人会怎么样? 会带着兄弟的遗体继续活着吗? 从已有的案例来看,如果联体人中有一方突然去世的话,另一个人也活不了太久。 比如上个世纪初期,美国有一对著名的联体姐妹花,叫做希尔顿姐妹。 她们在美国非常出名,还参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。 可是到1962年,希尔顿姐妹中的姐姐戴希,不幸因病离世。 而她的妹妹维奥莱特,带着姐姐的遗体,生活两天之后,也离开人世。 因为联体人身上部分器官是共用的,一方去世后,另一方会因为器官衰竭等因素,在短时间内也跟着离世。 至于大家喜闻乐见的婚姻问题,联体人由于身体因素,确实很难找到伴侣。 毕竟很少有人能接受联体人的怪异之处。 感谢观看